所以这次离婚是因为她跟你动手了 是这意思吗 对 我当时想的是你作为我的老婆 那么你一夜不回 我肯定要要忘 那你是干啥去了 你连最基本的现任都没有 这个日子怎么往下过 就是不仅对我这样 就是对别人 就是今天冲天的事 我带我姑娘 她和我一起去给姑娘看病晚 然后回来一会儿 小区门客那个门位 人家统一安排 就是出租车不让进去 结果她跟人吵了几句 她就上手了 本来当时她也没工作 生活挺紧的吧 我就给小孩看病 都是进来的钱 后来她又给那个保安赔钱了 那你当时以后 那个原因是这样的 我女儿以后不是感冒吗 去书完夜以后 本来都是一声哈天热的 我要进小区的门客 但是小区的保安不让进 本身平时也能进 但是我说再整个原因 我说小孩有变 你不让进 你说你看 在闹感冒了 最后来我就下来 我当时还在谈 确解也确不乱 三次以后 就这个保安就说了 他也不听我的 我就不让你进 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而且他说的话挺难听的 最后来我就动手了和保安 他和我动手 之前就是之前有一次 他出去跟朋友吃烧烤了 儿子也想吃烧烤 打电话说 爸爸你回来给我带点烧烤 结果他答应了 结果到晚上 十一二点 他醉汹汹地回来了 回来结果给儿子带烧烤 儿子那个时候已经睡着了 他把儿子喊起来 儿子不想吃嘛 他就上手了 这我们现在听到的 其实都是 二十多年婚姻的 零星的片段 但是我们把这些片段 组成在一起 大概有几个关键词 已经出现在这儿了 您是认为你的前夫 第一没有责任心 对吧 一个是从对孩子看出来的 第二个其实好像 在这么多年当中 他没有很认真地去 挣钱养家 对吧 第二个就是他脾气比较爆 是吧 对 实际听起来 你对这个婚姻好像 不是特满意 对吧 对 那怎么还坚持了 十几二十年呢 我就先想着 等儿子过了十八周岁 上大学 我就打算跟他离婚 没想到有意外怀怨 有了我家姑娘 那这次怎么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离婚了呢 我觉得他这个人 没有上进心 而且对家庭特不负责任 去年国庆前一天 其实十几二十年 不都这样不负责任过来了 我怎么也 怎么不上进 去年以后 我们有了二包一盒 过二百次我就出去了 因为就是我在家里头 等着老等着要钱 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说我出去早点活 是打工吧 最后从去年以后 六月份出去 干到这个九月份 正好罚了一万块钱工资 也是给朋友帮忙 朋友招呼的 比了一万块钱 正好小孩上学 就是国庆就回来的时候 我想回去 但是正好朋友有点事 他那儿有点忙 那当时我也给他打电话了 我说国庆 在这个帮忙的过程中 我发生了一点意外 就是火灾吧 就是把自己烧了以后 烧成这个五级香残 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 就一直也已经想工作 我的腿不是烧坏了吗 在这段时间 他就一直说离婚吧 那我这个就是 男人妈就那种脾气 他烧伤以后 那朋友送过来 也没怎么管 歇好协议也过年啥都没过来看 也没按那个协议上的旅行 所以我让他起诉 然后咨询律师嘛 就是五级双残 就是说肯定95%能赢 他也不听我的 他也不去起诉 最后离婚以后 他写的给儿子 聂大学生活费 给女儿每月两千块钱 他到现在也一直没给过 而且我儿子开学那个学费 都是我自己承担 好